民眾黨的柯銀佩在昨天 投出了財政金融相關政策 但是走到民進黨批評 說柯文哲在擔任台北市長任內 敗壞了財政 虧空了八大基金 至於吳欣銀過去任職新光金董事 卻讓新光金的市值縮水了四千八百多億 而對此柯文哲先要求民進黨發言人 不要亂講話 但是對於職業部分 沒有做出任何解釋 面帶笑容準備到議場簽到立法院會期 最後一天民眾黨副總統候選人吳欣銀 心情相當輕鬆 似乎是因為內參民調距離賴消沛越來越近 只不過前一天和主帥柯文哲 一同發布的金融政策 卻殘遭綠營罵的一文不值 民進黨立委林楚英在臉書發文 投皮柯文哲提出的政策 不是全盤照抄就是跌床嫁屋 連立委都不夠格還想選總統 而民進黨發言人張志豪跟炮紅柯文哲 在台北市長任內敗壞財政 虧空八大基金 他一直口口聲聲說 他這個還債570億 他其實是用虧空八大基金的方式 那被柯文哲挪用了273億 財政紀律那一條 我勸民進黨不要打這一條 一樣啦 雖然是一樣 發言人要記住 你是黨的發言人 或是靜貫的發言人 不要亂講話 要民進黨發言人不要亂講話 卻對質疑沒有任何解釋 現在民進黨不只朝柯文哲發起猛攻 就連副手吳欣穎也沒放過 大酸吳欣穎任職新光金董事後 新光金市值縮水4800多億 毫無財政管理能力 未來若成立主權基金 恐怕只會大虧錢 如果你連公司的治理 以及企業管理都做不好 那更遑論國政 各位對受險業有許多的不瞭解 我相信星光是正向經營 會永續經營的 民進黨集中火力朝柯英配開炮 力拼邊緣 民眾黨未來才有機會爭取更多 中間選票為大選增添 更多勝算 記者綜合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